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今天會和聽眾分享一些你臨床經驗 關於Garryberry Syndrome 列名是格林巴利症候群的處理和療法方法 為何會提起這個症狀呢 其實在網上的資料 證據說這個症狀是單一的問題出現 而亦會感受到感覺和自然神經系統 而發現很多時候在過往的歷史上 打完疫苗注射後 有一部分人會引起了症狗群 因為前幾年新冠病毒 全球都要打疫苗 不止一劑 現在去到第五、第六劑都有 所以開始就多了有這些病症出現 所以想容醫生 幫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 臨床上面 或者他們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Garryberry Syndrome 其實是一種屬於多發性的神經病变 英文是Acute Polyneuropathy 或者多發性的神經根源 Acute Polyraticulitis 和神經系統出現的問題有關 這類多發性的神經炎 主要的症狀就是肌肉軟弱了 而且身體四肢軟方面 感應方面是沒有了知覺的 很多時候會在某種感染 或者打針後 5天到3個星期內就會發作 所以這是一種 Aquired Demyelinating Neuropathy 即是脫哨的神經病变 真真正正的成因 其實他們都說不出了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如剛才所說 可能某種感染之後 可能是打了疫苗之後 可能是做了一些外科手術之後 就變成了這些問題 在症狀方面 主要是對稱性的衰弱 身體四肢 即是沒有力氣 而且腳方面 或者手方面 出現了麻痹、針刺感 軟弱的症狀 通常是强於感應方面的問題 而且反射 Tendon的反射 筋的反射 通常是沒有了 敲腳 反射到差不多出不到反射 50%以上的病人 通常出現面部和口腔 口肌肉出現軟弱的 所以很多時候有5-10%的病人 是出現插喉的 呼吸方面都需要插喉 還有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血壓是不穩定 飄浮得很厲害 某地方血壓跌得很厲害 這是一個很不方便的症狀 有時候腎上腺素的分泌 腎上腺素的分泌 是失調了 甚至腎上少控制血壓 還有心臟不規律 而且在更嚴重的人 瞳孔方面 都會出現出現問題 當然如果出現呼吸系統的癱瘓 這是會致命的 所以很多時候有5%病人會因此而死亡 所以這也是相殘性的毛病 治療方面主要是支撐著你 如果無法呼吸 希望身體自己慢慢弄好 這種情況 原來一般的淚固醇 對這個病都不太好 通常可能會更加差 遇到這些情況 同學療法的經驗 亦有很多過去的經驗 要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我會和大家分享幾種主要療劑 以及它的症型 其中一種是氧化鋁 是Aluminium Oxide 通常主要的症狀 就是覺得手臂和手指很痛 好像有一個消熱的鐵 手麻痹 腳好像睡了覺 沒有力 尤其是坐在這裏 腳上睡了 好像會麻痹 沒有力 走路方面拐拐拐 腳筋麻痹 走不了路 當然是整體的麻痹 但最重要的 有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就是那種燒鐵刺下去的症狀 另外一種是新的 白山埃 白山埃的主要 除了症狀、跳跳、抽痛、軟弱、沉重 以及很不安的四肢、小腿、抽筋 最主要是一種卓而的痛 新的重心通常会卓而的痛 当然下肢就萎缩 另外一種是Costicum Costicum是柯性蓝 柯性蓝很有趣的症狀 就是出现一种Single Path Parada 即是某一个部位 就癱瘩了 当然整体来说 都是沉重、软弱、走路 用手、用脚、用脚、肌肉 用得不稳定 而且是筋缩 虽然Tendon是抽类抽类的 脚很不安 有时夜马克 这个是柯性蓝的重心 另外一种是印度房脊 就是Coculus Indicus 通常印度房脊的重心症狀 是睡觉之后会变差的 即是跟睡眠有关 Coculus Indicus 很多时候是用于一些人 长期失眠 因为照顾一些人 所以就是这个症狀 手一茶都猜了 食用前 attention 症狀配过也嘴响 deliver 又轰唾不rit 梦 肌肉 另外一次是Coculus Indicus Indicus duper 毒蓝 虚度的重心就是乱衡的痛捌 呼んです 疼痪是由下肢开始 由脚开始 下肢或小腿慢慢地 compland 跌望 走路当然出现困难 没有力量 主要是下肢开始慢慢瘫痪起来 如果把脚放在椅子上就会舒缓铜症 这是很特别的症状 另一种是Josemium Supervirum 是黄素卿 黄素卿的重要症状是 人们是很温温度度度的 例如匀头重重 当然大家都共有 但他是有特别的地方 他有头匀匀头重重 后后面重重 另外一种就是Lathera sativa 山泥斗 我自己都不太会读 这个这种通常都是感冒之后 感冒之后就出现这些身体 就像小疑麻痺症 小疑麻痺症,Lussara是主要的疗势 一脚就变得很僵紧 走路的部分就像抽下抽下的走路 但Lussara的特别症状是不太痛 另外一种是轮 轮是可以用在这个情况 轮的关节突然失踢、没力 感应由手指、脚趾的尾端慢慢向上升 脚就会消气 用力都是没力,用不了力 最后一个疗势就是Souya Souya是侧白,侧白很有趣 走路的时候感觉脚好像是玻璃或者木头做的 很容易打烂的感觉 当然肌肉会抽跳、没力都会有 脚筋疼痛、腿筋疼痛、腿筋疼痛 其实有很多疗势 遇到这类的Garri Berry syndrome 我们都可以应用这个疗势 因为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药 希望你身体慢慢学完 它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帮你保住身体 保住气管的呼吸 但同样的疗势 因应你表现的症状 其实我们也有十多疗势 可以选择试一试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让听众可以认识多一种症状 正如刚才提及 这个症状很多时候是打针后 疫苗注射之后 或者做过手术之后 而受到感染 因为之前的时间 我们也是强制性 要做一个疫苗注射 如果身边发现到 一些家人或朋友 可能一段时间后 突然出现了 如刚才我们提及的症状 大家不要想着 没有问题,小事事 虽然可能未必会很严重影响 但大家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可以参考一下 刚才提及的同类疗剂 及早帮助病患者消除病痛或不息 也不会引致不能逆转的后遗症 希望大家可以在同类疗法的分享中 帮助大家的家人或朋友 达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要到这些问题 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也挺复杂的病 所以用什么疗剂都好 大家要比较耐性 这是不能急的 有时候也要试不同的疗剂 看反应才知道效果 所以一定要耐性 不要急,不要要求你 有什么失神期的改变 这就比较难 在西医临床上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最近有一个相识到的朋友 在外国,他的儿子二十多岁 可能出现了这个症状 他也没有什么 他好像突然间全身疼劳了 不能在医院里 其实也是保住他的命 始终病患者是有打了针的 但可能是年轻的 恢复能力会比较强 前前后后也过了差不多十天 他慢慢的,手脚开始有些知觉 当然,预后附后 他的家人是用我们的太空小灵症 去帮他加强 因为在医院上没有什么可以做 因为他好像全身疼劳了 脑筋是清醒的 有时清醒,有时温暖 因为他在医院和你最初检查用的药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到 因为他不是身处在香港 我们真的给不了了解他 已经建议他们在附近 有没有找到适合的同类理发医院 但也找不到 幸好这个病患者很年轻 慢慢的 现在他们应该继续用太空小灵症 帮他做预后恢复 如果大家听到附近有朋友有什么 可以参考这一辑 也可以来找余医生 详细和长期的调理 因为要完全康复 我还没有认识过 我看到有些人都是懂得的人 就算康复了之后 也是在半曲的行动方面 能力都是不同的 当初他发病的时候 有多严重 好像刚才提供一些疗疗 可能只是手指、手脚、低胎 他只是在手上自己感受到 走去走不到 没有影响的 他也会带不到自己的不适 在身体里 但希望每一位人士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健康人生 希望连这些不适 都可以撇除 要大家自己了解后 选择适当的医疗方法 就可以帮助自己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 同力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料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拜拜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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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